电影《狂业》主持 陈子芬 天能Tenant 是基斯杜伐老兰的最新作品 亦是武汉肺炎 全球的戏院是关闭超过4个月甚至半年以来的第一部推出的作品 这部电影其实是基斯杜伐老兰在武汉肺炎之前 已经完成了他的拍摄工作和轻轻剪 藉着武汉肺炎的时候 在他的家里继续修展这部电影 再加上其他后期制作的工作人员 例如一些造星校的工作人员 这部电影也有继续加班 但是采取社交距离 例如在房间里需要10个声音器 最后只需要5个 当然是保持社交距离的工作 而一些音乐的人也是在家里录音乐 最后合成在管弦的音乐里面 这部电影可以说得上是露览这么多部电影 我会觉得是剧情最复杂的一部 其实可以的话 尝试解释这部电影 其实这部电影很有趣 这部电影的主角 由约翰大卫和华盛顿飾演的主角 是没有一个名字的 英文叫Protagonist 就是说他由神秘的组织去招募 这部电影的主角 只是用一个词 Tenon 是一个信息 去解决这个世界门液的问题 J.D. Washington 所飾演的主角 基本上是跟James Bond 没有什么分别的 其实这部电影是充满路懒风格的 一部特务电影 在电影里面 讲述他 遇到一个很有钱的俄罗斯的有钱人 这部电影是由爱尔兰的著名演员 Kenneth Frank 也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 就是由伊丽莎伯迪基 释演的 他坑称是这部电影 除了有 James Bond 角色的人物 也有 刚才所说的 反派的俄罗斯 有钱人 也有一个帮女郎 就是他的老婆 也有一个 sidekick 就是由 Robert Pattinson 他认识演的同盟 就是Leo 这部电影 反而有个角色的名字 这部电影比较特别的地方 也是一贯 路懒近那几部 所谓的 puzzle film 就是一些 你要 看完都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好像过往的 Inception 也好 今次这部 是所谓的 是一个 逆向的 有很多 动作的场面 都可以说 像你那样看起来 以为是 拍完之后 是重新的 拍出来 但是 据民 不是 首先 解释什么 Inversion 他所谓Inversion 很简单 譬如我开 我拿着枪 向梦祥 猛街 砰 你看到 那个场合 有一个子弹空 但是 现在这个Inversion 所谓的 扣相 就是说 首先我们会看到 牆壳的子弹空 接着我会向着牆壳 猛街 一猛街之后 牆壳的子弹空 是不见了 而子弹 走到我 我支枪那里 基本上 它用一个 这样的概念 来 去贯穿了 戏里面的很多 动作场面 包括 其实这部电影 我觉得在IMAX 也是目不下级的 因为它有 撞飞机 还有最后 压轴的 公路的 飞车 的 场面 但是 就用上我刚才所谓的 概念 当然 这些拍法 有人喜欢 也有人不喜欢 因为很多地方 都看完 都是拗头 因为它的时序 是 跳来跳去 我之前就这么说 我看了很多地方 都未必明白 但是 不明白的 情况下 也未至于 看到 灵力反面 那种 有些影评 都可以看到 罵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但是 正如其中一位 女演员 Claireman Posey 有一个很特别的 对白 就是 Don't try to understand it just feel it 不需要明白所有东西 在说什么 你只要感受到气 就可以了 正如我二十多年前 我看王家伟的电影 你看看东邪西毒 你看到刘嘉宁 抱着一只爐 你明白他说什么 我不明白 或者你看到林青霞 戴着金色的假发 在重庆大厦走来走去 或者 梁朝偉 抱着 咖啡猫公仔 对着他在说话 或者 拿着肥皂 或者烂毛巾 他说什么不明白 但是 不会影响了你对电影的观感 当我看电影里 有些地方 我觉得 除了他 令到你看到不明白 之外 或者是一些对白 对白 已经黄黄的对白 听到好像催眠的对白 或者是他的声效 或者是他的声效 故意大声去掌握过 你演员的对白 不知是否 不知是否 故意 露懒 令到你 失败了一些对白 令你不明白 有种音乐论 就是露懒 想你多看这部电影 两三次 有很多 这些 不明白的地方 当然这部电影 就算不明白 我也不会进去看第二次 因为说真的 今次进去看电影院 这种观影经验是非常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电影院里面 要有一个社交距离 当然是要戴口罩 但是文雪 这部电影首先 在上星期三 在欧洲各大地方 包括英国首映的 应该每一个观众 应该要戴口罩 但是我看电影院里面 大部份的人都没有戴口罩 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有点害怕 但是我自己也这么看 这部电影 两个半钟头 你说叫我 全程戴着口罩 其实有多辛苦 但是这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 就是每个观众 旁边要有两个位的空档 就是我左边和右边 也有两个位空档 这部电影所以就 减少了和群众的近距离 这部电影里面 当然我刚才所说 就是说 那部电影是非常复杂的 但是 无可否认是 剧本的电影是 以电影行先的人物描写 所以我们看到 主角J.D. Washington的描写 是 始终的 情感各方面 我们看得不够很多 或者其他演员 就像 刚才所说的 Kenneth Brown 做这个有钱人 当然这个应该是第二次 Kenneth Brown 和 劳兰的第二次合作 上次就是 邓扣克带的行动 我反而很喜欢 这个女主角 伊利莎伯迪碧基的 这个演出 这个也是 原来文雪的 迪基 就是 劳兰看完 劳兰的老婆 Emmert Thomas 也是她长期的监制 看完她在上次 《黑寡妇》的演出之后 就推荐给她老公 她老公是故意为了 这位女演员去看《黑寡妇》 到最后 原来这个角色 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 一个角色 也是为了这个演员 写得比较年轻 我觉得这位女演员也很抢镜 我也深信这部戏 也会为这位女演员 她的演艺事业 会更加上一层楼 说回劳兰 劳兰 这部应该有第十部 应该有第十部 《洪水嶺》 以往的就是《空心人》 《Memento》 接着就是 《得已》拍《蝙蝠盒》的三部曲 期间 拍完第二部《黑寡妇》之后 电影公司就跟她说 你跟我赚了这么多钱 华立就说 你喜欢拍什么 你喜欢拍什么 结果我们走到一部 《Inception》 《Inception》 就是这个 《七重天》 这个概念 路懒可以看到她对这些移道空间 就是 之后的《Interstellar》 提到太空 太空人去了不知哪个地方 在那一小时等于地球的七年 这种移道空间 是非常迷戀的 这次天能也是 其在这些复杂的讲故事手法 反而在奥斯卡就好像不受赏识 《Inception》我记得是当年最佳电影有提名 最佳編剧自己也获得提名 最佳导演到最后也是名落孙山 到了《Interstellar》 甚至连所有大奖的提名都是不获提名 其实这部电影的评价也不算是非常优异的 反而上次邓扣的故事 是非常薄弱的 甚至可以说是有可言的 整部电影就是说英军在大撤退 其实整部电影就以场面走先 反而这部电影就让他终于收获最佳导演的提名 如果看回这次天能 又走回《Inception》或者《Interstellar》 这种大家都看不明白 这种讲故事手法 似乎奥斯卡会不会再赏识路懒呢 似乎成数就真的不太高了 无论如何也好 这部电影我不是赞好 但我也会推荐大家看 因为始终路懒 他的电影在电影院上是一件事 尤其是已经经历了大家四五个月都没有机会在电影院看电影 我觉得进去看路懒的电影 怎样都好 你和大家看电影的朋友 始终是有一个话题 你不进去看就始终是没有话题 为什么大家看完之后都要谈论 为什么大家看不明白 哎呀我看都明白 我很聪明 你看不明白 至少都有这种话题 我觉得是一件事 始终是不容错过的一部电影